这是中国大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现在的香港不只学生要唱 议员宣誓也要唱 尴尬的是 11月13号香港七人橄榄球队 在南韩仁川决赛出场时 现场播出的香港国歌 竟是这一首 你没听错就是他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 香港网友合力创作的任荣光辉香港 现在他被港府认定是散布港独思想 校园全面进场 却不料在国际场合意外播出 主办方前线的人员没有直接使用 反而是擅自在上网下载了其他歌曲 去进行使用的 导致到今次不可挽回的一个错失 真的会犯这种错误吗 用英文在YouTube上查香港国歌 出现的前两首还真是 愿荣光归香港 这起事件虽然主办单位现场道歉 并在香港队上台领奖时改播大陆国歌 但港府表示已经书面要求香港赶球总队严正处理展开调查 并向亚洲赶总表达极度不满 TV新关 柯胜雄 庄志伟综合报道